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养猪基地 也对 要做如此大片的回锅肉 首先要找到足够大的猪肉原材料才行 那么什么样的猪适合用来做连山回锅肉呢 未见猪跑先闻其声 走近一看 小猪们都在山里被自由放养着 这时戴梅的老熟人曾大哥和我们碰上了头 两代人精心挑选的品种是藏香猪 它的体质含量本身并不高 每天自由的运动可以帮助它消耗多余的脂肪 啃吃草根 让它的肉质更加鲜美 一般我听说做回锅肉 它要用酥的后腿肉 对 我们的走盆 走盆 就那么大盆